在解溫住這種石頭房子非常的安穩 所以有人喜歡冬天來解溫這裡住一個晚上 這裡住晚上外面裡面是四大大大對不對 可是裡頭是相當的溫暖 因為石頭會吸熱會把溫度吸在裡面 所以來解溫冬天的時候棉被不用蓋很厚 蓋得飽飽有沒有一覺可以到天亮 你住台北的五星級還好 只是比較潮濕一點這倒是真的 所以解溫這裡有沒有 你來這裡裝冷氣有沒有生意絕對不好 但那點廚師際會非常的好 這個有沒有就是現在要改進還沒有改建好的 這個有沒有以前這個就是什麼 我們家有錢之後我會變成生活居生活居的那一種 這是比較有錢人住的房子 那更有錢的旁邊有沒有 會有那個喔 那個門臉有沒有 會寫字的那個門臉 那個門臉是以你的八字下去算的 所以可以戶過三代啦 所以人家說戶不過三代嘛 所以這個門臉有沒有 只要用石頭刻的話 三代都不用有沒有再貼門臉了 這是以他們這樣八字下去算的 蠻特別 現在我們請問你們有沒有 有錢人的石頭物都已經拆掉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看到那一種絕對看不到 這是目前還保持有沒有 沒有改建好的有沒有 這個房子就像這樣 這就叫做電頭啦 電頭 台語說炒頭啦 如果你們住在南部的人 如果自己家裡有種木瓜香蕉芒芒果鳳梨要摧手 就是靠這種石頭 那現在台灣這種石頭原本是在樹澳那邊才有生產而已 那因為以前採金礦也採了太久了 每年有沒有採下來太多的石頭 所以我們現在的這種石頭越來越少啦 所以成本比較高 所以我們現在這種石頭都從越南進口的 因為越南有沒有發現到有黃金都採這種石頭 那越南的石頭很便宜 所以我現在買都從南部買上來的 那這個石頭放在裡面有沒有沾水就可以簡單啦 我再點給你看就知道啦 你看我把這個布沾濕嘛 對不對 啊蓋在這個石頭上面它會滿 會產生白色的氣體上來啦 有沒有看到白色的煙 點這個煙就好啦 把它蓋起來火一點它就燃啊 這個你就很少見了啦 怎麼燃就是用火給它點燃 以前用火才辦嘛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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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大要小從這裡控制就好啦 有沒有 特別吧 一般這是明火礦裡面是不能帶進去的啦 帶進去馬上會爆炸嘛 只有九分的不會爆 為什麼 因為當初有沒有是推擠上來 黃金原本是在海底下根本拿不到 那這個島一推擠上來的時候 九分這裡溫度是三到五百度 表面就三到五百度 內層是不是更熱 所以喔 太熱的話有沒有 熱液礦化往上延燒 所以把三人內層的澡氣全部都燒光啦 所以日本人呢 一八九年來到台灣 發現到台灣裡頭 欸 台灣裡頭沒有澡氣採金光還蠻安全的 不會有爆炸的線量出來 都用炸山的炸進去了 所以黃金幾乎都被它拿光啦 所以台灣人只有拿表面上的黃金 他那表面上黃金沒有像念成黃金多啊 欸 所以比較可惜一點啦 所以喔 拿的太少啦 所以 所以我們跟國外的淘金的方式比較不一樣 國外是用鐵板子的河沙淘洗的嘛 對不對 我們不是 我們是三金 所以我們台灣的洗黃金是比他們當初還要先進來 欸 欸 不然就叫做淘金嘛 小時候媽媽都說 那房間去淘淘的啦 這意思是積少程度的意思啦 嗯 這個就是台灣真正裡面 哦 嗯 道道地地裡面 有沒有 這套金技術 所以跟國外的不一樣 哇 哇 這個是先篩選的 篩選的意思是說 有的黃金會比較大片的會留在這個有沒有 黃石的上面拿 啊 比較細的會掉下去 最主要是拿細的啦 哇 只是先篩選一下 因為大塊拿起來就直接煉金了嘛 後續的動作就不用了 先把它篩選 像這個有些沒有去磨到的有沒有 還比較粗一點 表示這個有沒有 欸 還沒有磨好的 再倒回去就好 啊 細的會掉下去 哦 啊 我們現在是拿細的底下的黃金啦 啊 金子比較重 我們先把它咬一下 讓它先沉澱啦 欸 這個我們說的 輕金啦 輕金啦 這個就是輕金啦 哦 啊左右搖晃嘛 啊 啊殺輕跑得快嘛 啊金重就跑得慢嘛 啊 等這最後走出就可以看到黃金啦 不要看我這樣咬小就沒有什麼 所以這一套有沒有 你還是要學要學半年 黃金才能掏寫出來啊 欸 咬這個力道有沒有 欸 要控制得很好 不能太大力也不能太小力 哇 啊金子就走出來了 你看 金子就在後面啊 欸 哦 你要看 這個就是比重的原理啦 哇 我們金子是不是都在上面 這金子比較重 哦 啊 刷得輕嘛 對不對 但是這裡還有黃金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反而要再拗回來再一次 一定要做兩次 金子才會集中得更多 我們要叫做金嘛 哦 現在看到一點點對不對 我再把它拗回來再掏 金子就集中得更多了 哦 我們再把它拗回來再一次 你看後頭回來再一次 你看往下滑有沒有 你看沙在前面 一些礦物都往回流 欸 今天比較重就跑到後面來啊 欸 這樣就比較集中了 啊 金子就比較不會損失嘛 所以當初有沒有 這一道為什麼只叫女孩子做 不叫男孩子做啦 因為我們男孩子做不住啦 做個一兩個小時還可以啦 做半天有沒有 做不住 大力一咬黃金就省掉啦 欸 就掉在下面去啦 就把他流失掉多多可惜 所以女孩子比較有耐心 所以這一道都叫女孩子來做 以前喔 會掏金的女孩子有沒有 在我們久婚這裡是非常好過的 都是俗稱小復活啊 因為拖黃金這一道最好拖啦 因為他最接近容易把黃金帶出來啊 你看 看我這樣咬起來好像很簡單啊 咬起來並不簡單啊 所以不能太大力也不能太小力 所以眼睛有沒有都要看啊 看你的前面有沒有水是怎麼爬的 後面沙是怎麼爬的 那筋子才會集中越來越多啦 那筋子才會集中越來越多啦 啊現在啊 慢慢地搖下來 啊筋子有沒有 過我這個手的地方就要挺起來啦 有沒有啊 剛才一點點 那現在是不是越掏越多 有喔 欸 啊筋子到這裡就要挺啊 啊 但是以前的黃金沒有那麼少啦 我們以前的黃金是那麼多啦 以前是這樣啦 一次可以拿那麼多啦 不是現在你看到只有少許了啦 但是呢 現在看到是比較細 抓起來金子就不見了 因為我們這個是毛細孔嘛 啊 黃金比較細會滲透到裡頭去 啊這一個距離就是黃金最多一個距離 這個距離是不要讓黃金掉下來的距離 所以我們這個叫做黃金比例 這個就是我們前人自己研究下來 不要看這個 這一根你如果放上面一點 金子泡不乾淨 放在下面一點金子掉光啦 這是有原理的喔 欸 這個是喔 我們以前拿黃金是這麼拿的 所以這一套你就很少見啦 這個才是台灣有沒有 真正的文化啦 欸 外國人看到這一套有沒有 操作這一套有沒有 欸 覺得都蠻可愛的 欸 啊你們用這一套在河流這麼簡單 就可以洗出黃金 我們幹嘛用那麼那麼大的器具去拿 那個有沒有 細的黃金怎麼去拿 用這個就非常簡單啊 啊 你放在下面 啊這個就是靠工夫啦 速度快一點 一刮 金子就刮跳的上面來啦 有沒有 啊你只拿黃金的部分 不能把沙再帶起來啦 這個就是工夫啦 啊這個再阿輝來再一次 你就反覆的做 做八個小時下來 剛好一碗裡頭就有一斤多的黃金在裡頭啦 但是不是一個人做啦 是打的五個 按摩的五個 給一個人掏 是剛好十一個人一組 等於一個人大概有沒有 二兩黃金以上可以拿而已 不是一個人有沒有 還要打還要抹還要掏 哇老闆鑽石了啦 一斤多 啊下水呢 我們一斤十六兩對不對 你看一天下來有沒有 都是二十幾兩在拿的 啊一個工廠有沒有 像這種設備有沒有 以前有沒有 都是一百多瓶啦 所以像這種有沒有 這種草石以前都大概 四十個以上 啊你看啊 看一天你看多少準備算就好 所以一踩到黃金就不得了 你怎麼把你的沙燈金 再給它分開 喔那個就靠技術啦 喔以前你沒有辦法 你靠什麼 就靠水 量體溫裡頭溫度 就是那個孔有沒有 那個水你把它倒下來 啊鐵水給它攪拌 五分鐘就過後有沒有 水營就把黃金全部都收起來 變成糰啊 應該都有點過麵粉吧 麵粉你倒出來沒有加水的時候 你給我連你看 會成糰嗎 絕對不會成糰 為什麼不會成糰 因為有沒有 它沒有產生化解變化 所以一定要加水 加水下去有沒有 才會產生化解變化 麵粉才會收起來變成麵糰 同樣的道理 我們裡頭有金有沒有 跟砂在裡頭 可是水有沒有 它只跟金在一起而已 看到金就把黃金有沒有 把水銀就護著在黃金的上面 那黃金上面之後 就變成水銀色 但是帶有一點點性嘛 所以有沒有 就把它捏捏捏就可以成糰了 就變成砂龜砂金龜砂 因為它不會跟砂在一起 你把砂帶出來之後 金還是水銀包起來 這樣子就比較好處理了嘛 因為水銀比較好處理啦 那水銀有毒啊 所以操作的時候 我們要小心一點 我們以前離起來是很大塊 放在碗的中間來 再用一個碗把它蓋起來 給它密封好 上面刮一個小洞 中空的鐵管轉進來 鐵管有沒有彎彎的 這邊放著就好 那火一燒水一次會蒸發 蒸發的水就白煙嘛 沒有地方跑 有沒有 會水這個中空的鐵管一直推過來 那下來是會先液到冷水 液到冷水那個白煙的水 液到冷水就環領回來 又變成真正的水銀啊 水銀又比水重 就沈澱帶一下 所以等於就不會去中途啦 那水銀就可以重複再使用了 利用物理環領法這一套 以前我們就這一套 只是這些東西有沒有 不是我不做 是坦白講 第一個沒有經費 那第二個有沒有 水銀也危險有沒有 所以沒有辦法來擦住給你們看 當然以前我們用這個硝酸 硝酸在滾的當中 我們都在外面做 那個硝酸啊 會把鐵腐蝕掉對不對 味道都很不錯 當然以前我們 雖然有沒有 跑到外面工作 我們一到人就會跑 當然空氣會飛嘛 藍米都會穩得到 一天穩一點 一天穩一點 一、二、四年長期下來 都得到那個陳備症 所以錢賺的都 命令比較晚一點 所以這裡為什麼叫做寡烏村 不是沒有它的道理帶 所以它的寡烏村 德米是這樣子啦 過期你們有沒有聽過 求婚會有寡烏村這個封號對不對 這是有沒有 後來才是慢慢去問人家找尋一些答案 才曉得 這裡為什麼叫做寡烏村 不然這裡聚落很多嘛 所以求婚這裡有沒有 就現在硝酸也有九個里在這裡 一個里剛好也有九個里 所以也叫做九份 這種很多種版本說法都各有不同 但是我講的是 以前正真實實傳下來 那些有沒有 讓我們了解台灣一些真實的東西 你們都很少知道說 老街 老街那一條叫做老街 上面那一條不叫老街 我們以前叫做舊道 閩南旺叫做古樓 你不記得 我還要來古樓 古樓就是它的聚取地 買東西就在那邊嘛 以前都在那裡買東西 所以說古樓 古樓就在那裡 有人說價點價點價點不在基隆三更 九份金瓜石的交線線哪一個地方 中間那一段那個叫是革提 那就叫做價點 所以我們是當初用 很多的都是以情況下去命名的 所以這一條路是礦車載走的路 所以我們叫做清變路 底下是汽車走的路 所以叫做汽車路 所以民國43年才開幹路 所以這一條才廢掉 所以奧斯幾年請我們把這些的老礦工都希望你們要 我們的台陽跟政府合作把這個鐵路把它建立起來再做一次 把它做出來你們今天來到九份就不會塞車 因為從下面車子停在那個有沒有下面的腳踏車上 你們要做這種礦車進來還是要你們自己開車上來 對不對當然是做這種礦車上來比較好玩 那種礦車有沒有小火車都已經做出來慢慢幫你們拉進來 就是現在有沒有你們都有看過電影嗎 還是看過有沒有人家連續去 不是現在的上海不是有人家用那個電車 可以跳上跳下有沒有到哪一站都可以下的那一種 我們就是要把那個做出來 可是你就是政府跟有沒有跟這個 跟私人這個顏家現在還在較勁 所以很多有沒有都沒有建設出來蠻可惜的 當然我也希望說九份有沒有越來越熱鬧 現在有沒有雖然有沒有我們在這裡有沒有 就在這裡但是一般日本客跟韓國客 改天如果不來九份看怎麼辦 因為現在九份幾乎有沒有七八成都是日本客跟韓國客 我們自己有台灣人有沒有都已經 已經30年了常常都來九份這裡 但是一般大家都只逛這一條老街嘛 所以很少去理解九份的一些遊覽 所以今天帶你們來這個講這個有沒有 下次你們來到九份小江湖去走一走 但是你們想要操作都可以 但是我們現在行診只有一半 還有一半的行診還沒有走 你看我們這樣講下來就要多少時間 所以我雖然寫兩個小時 當我帶起來至少要有三個小時左右來帶 我就帶三分之一就要三個小時 你看我帶整天下來你看九份是你一天是走不完的 只是說沒有人帶你們來介紹九份非常可惜 但是想做自己有沒有私人有力 也沒有那個有心無力啊 也要政府來配合 我們當初就像叫政府來辦一個活動 就是走這種小巷用 把這個有沒有像有沒有像那個地主拿給你 走到這裡有沒有蓋幾個章 就可以得到一些獎品有沒有 這個多少要玩啊 很多人使用完這種小巷用 這個有沒有像我們一樣很好 結果想要做啊政府都不做沒有辦法